大家下午好 我们是来自于协城的月红辉和李静雪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用多基群HPA 来帮助我们公司应对 特别是疫情之后 流量的快速的猛烈的恢复 这样的一个过程 今天先由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事情的一个背景 以及一些核心的关键设计 然后将有我的搭档 李静雪也给大家分享 一些核心的关键实现 以及最后我们的一些经验 协城大家可能国内是非常了解的 但是其实协城在疫情以前 就已经开始了国际化 在海外的话 我们也有像类似于Triple.com SkyScanner这样的一些品牌 然后今天也借这个机会 也感谢一下 就参与了这个项目的一些核心的成员 像李宗钦和王瑶 然后我们在17年以前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将我们的微服务 绝大部分已经容器化了 然后接下来几年的话 我们实际在用一系列云原生的技术 来对我们的基础设施 进行现代化的改造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除了微服务 其实还想有一些有状态的服务 像Redis甚至是Kafka 这些已经进行这种计划 也构建了一个基于多云 多混合云的一个容器平台 然后也采用了很多 云原生里面的一些调度相关的技术 来给我们的整个平台进行降本 同时进行自动化的一些运营 OK 基于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我们像今年大家也知道 就是疫情放开之后 其实大家出去旅游的这个兴趣 是非常的高涨的 然后我们自己的平台上看到的流量 也是一波接一波 就是非常的猛烈 那我们也成功的应对了 好几波这样的流量的一个冲击 也是对我们过去几年的一个架构 做了一次检验 那我们观察到我们最高的一个扣容峰值 达到了2000个Pol的每分钟 然后在像刚过去的5.1 我们看到就是因为那个HPA的 一个错峰的一个效应 给我们整个的机房的capacity 有一个28%以上的一个下降 对一个节约 然后我们也最高将30%以上的流量 和负载泄洪到公有云 那回到那个最开始 我们在做HPA的时候 我们首先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用HPA来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可能很多大家遇到是相同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应用的容量管理是非常困难的 特别是手动管理的话 还是很难管的 像斜程我们有一万多个应用 有两万多个部署组 或者大家可以通俗理解为像Deployment 然后这些呢 基本上以前都是由研发自己去管的 甚至可能有一些SRE来辅助来做一些工作 那像疫情期间 尤其像那个政策反复 大家也能看到这个流量 你基于传统的预测是非常难做的 那而且疫情期间也需要有很强的降本压力 那降本意味着你不能太过于就是乐观地去扩容 那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对研发来讲是非常头疼的 它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即使它这样做了 我们也发现一些很诡异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的整体的利用率不高 但是经常在一些流量的冲击之下呢 就是出现扩不出来的一个原因 主要为什么呢 就是它会引起一个恐慌性的一个挤兑 就是研发都上去扩 然后大家都扩不出来 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现象 然后整个的大家的一个体验都非常的差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资源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浪费 因为刚刚讲的就是它手动管是很难的 所以研发它会倾向于说 我就提前扩很多出来放在那边 那明明像我们的像机票啊 酒店啊 火车票啊 它是很明显有错峰效应的 但是因为这样的行为 这些效应都已经就消失掉了 就没法去用了 那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什么 就是整个这个应用叠加起来 之后它的一个对资源 对我们capacity的一个冲击 是远远大于它实际所需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对机房的一个28%的一个错峰效应 就已经拿不到了 不管是浪费也好 还是对我们容量的一个风险也好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些我们都是想通过HPA来解决的 OK 那进入第二部分 那HPA看上去是很不错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刚开始想做的时候 不管是研发也好 还是说是SRE也好 还是我们自己也会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你这个东西我交给你托管了 那关键时候你扣不出来怎么办 大家就直接就完蛋了 那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可靠性是HPA的核心当中的核心 功能其实倒不一定 那我们的一个回答就是说 它关键要保证说这个系统要扣的时候要快 然后你扣的时候不要掉链子 再一个就是你的容量要充足 你容量不足你肯定说什么也没有用的 那怎么能保证它快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有多快 就是你到底需要多快 那这个我们是建立了一个框架 那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说 我们怎么去评估我们的目标的 扣容的吞吐的SRO 这个我们的做法是基于我们的一些关键的场景 比如我们日内的扣容 然后我们节假日的一些扣容的情况 以及我们做DR切换的时候 就溶灾的时候整个机房突然下档 然后它这样的一个扣容的一些历史的数据 我们来估算说历史上 它大概是需要多大的一个峰值 然后我们再叠加一些冗余系数 或者对未来的一个预估 这样能算出我们的一个SRO 然后算出SRO之后的话 你就要去对我们整个的扣容链路进行分解 看看有哪些核心的关键链路 哪些是不核心的 不核心的那么它要做到能够自动bypass 如果挂了的话 那核心的链路的话 你就要去做各种的买点 然后做数据的收集 然后执行压测 然后压测完之后 就会发现有平均点 然后去优化 那优化这边的话 除了我们认为比较常见的 就是你对代码进行优化 提升程序的性能以外 我们看下来就是 最有效的还是对架构进行优化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核心 你要保持你的架构的一些精简 就是有很多的 现在各种开源项目很多 但是有些项目 它可能为了满足功能的丰富性 它做的比较复杂 你越复杂的东西 它其实越脆弱 你的性能肯定就会越差的 这个要特别小心 你可能要对架构做一些梳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你的核心的一些 关键内路 高频的内路 你要尽量做到收敛 尽量到短 就不要在东西向 跨来跨去的 OK 那刚刚性能这个问题 比如搞定了 但是可靠性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肯定心里想 我这个程序 我就努力保证它可靠 我做各种优化 但是从架构上来讲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 就是系统一定会当的 那假使系统当了之后 或者说局部当了之后 我们怎么保证 我们对业务的承诺 还是可靠的 就是我们还是能扣得出来的 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 经典的可靠性的一个设计 里面的原则 那什么呢 就是你要先做到故障的隔离 就是你出现故障之后 你不要传导 你不要这边挂了之后 导致传导到你另外一边也挂了 你做到这一步之后 那么你应用要做一个 副本的部署 就是你冗余的部署 然后再做一个故障的切换 那平常可能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说 我多副本部署 我去切换 但是很多时候忽视了故障隔离 这个是我们过去看到的一些 大大小小的故障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如果你做不到故障隔离 你后面两个都是没有用的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基于这种想法下面 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个故障隔离的一个架构 从这个结构上来看的话 我们一个region里面是有多个AZ的 那region AZ 本来就是公有云天然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故障隔离的一个域 那基于这个域之类 我们又划分了多个partition 然后每个partition内部呢 也有多个K8的一个集群 那这点可能跟大家看到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的K8是不跨AZ的 它不是一个regional部署的结构 它是在AZ内甚至在partition内部署的一个结构 但目的还是为了去 尽量避免各种东西向的传导 OK 然后在此之上的话 为了简化这种复杂性 对我们上层那些各种parts的用户的复杂性 中间会引入了一层federation抽象层 具体上就是Kamada 对然后它会负责集群的一些调度 同时会尽量屏蔽 member cluster对外部的一个感知 在这个结构之上 我们引入了一些最佳实践的一些约束 就是先你的核心的观念流程 你应该封闭在故障域内 比如说封闭在partition内 封闭在AZ内 尽量避免跨越partition 或者是跨越AZ 跨越故障域的东西向的这样的一些依赖 和频繁的交互 这个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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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然后基于此 我们的应用是会多副本的部署 在多个的故障域之间 然后我们的变更 我们的变更也不应该 在多个故障域之间同时进行 对这是一些基本的原则 那以这个原则来 我们以HPA 多机型HPA来举例 我们看看怎么来落地 这样的一个原则 那HPA 多机型HPA 我们有划分一下有三个 三个怎么讲 就是链路 比如第一个就是对应用的扩缩容 这个是非常高频的 而且非常critical的一个链路 然后第二个就是HPA资源的一个修改 就是发布变更这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多机型之间 负载的一个均衡再平衡 这是第三个链路 那一般来讲 第二个链路和第三个链路 是相对低频的 就如果你挂了挂那么一两个小时 相对对生产的订单来讲 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它的故障域就可以稍微放得松一点 我们把它定义成一个original故障域 也就是说如果我这个东西 比如Kamada挂了 或者Federation挂了 它影响的只会是第二条第三条链路 但是第一条链路我们把它定义成 一定要封闭在cluster内 即使我的Federation挂了 或者我其他的member cluster挂了 我只要那个member cluster 它是活着的 它就应该能够自动扩出来的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影视的约定 就是我们的应用 它在多个cluster 同一个az类是共享 同一个流量入口的 所以说某一个member cluster挂了之后 它的负载是会均匀地传导到 另外的cluster里面去的 它会引导到另外的cluster里面去扩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约束 那这个里面也会讲到 OK 刚刚讲到就是隔离 故障隔离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我们也是构建了混合云 来扩展我们的容量 解决我们容量上的一个焦虑的一个问题 那这里面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前提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Pod的IP 都是可路由的 它不是在class的类的一个IP 然后第二个就刚刚提到的 就是我们的应用在一个AZ类 是共享同一个流量入口的 然后第三个 就是同一个AZ类 我们是尽量地去 Local地去流量调度的 OK 基于这样的一些前提 我们对它的capacity的一个调度 我们划分成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AZ和AZ之间 我们如果要去做capacity的调度 它是走的是流量的调度来驱动的 那如果是一个AZ类 我有多个cluster 它要去做这样的一些容量的再平衡 它是通过Federation这一层的调度能力去做的 这是一个分工 在架构上的一个划分 OK 那接下来的 就交给我的搭档就李金雪这边给大家分享 大家好 就是刚刚鸿辉给大家介绍了背景 还有我们故障与隔离的架构 以及混合云的一个容量调度 下面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 我们在多极群HPA上的一些具体实现 首先呢我们先从单极群HPA讲起 首先就是我们的HPA 它不是原生的HPA 然后这样的我们做自研的HPA 它的一个优势在于呢 它的扩展性和融合性会比较强 那具体我们的这套HPA里呢 它其实是分为两类组件 一类呢是这个信号源 一类是这个信号的合生器 那如这样的图所示呢 基本上是体现了我们的一个设计思路 就这些多个processor 它作为信号源 它的输入呢可以是CPU利用率 可以是定时规则 也可以是QPM等等 那它的输出呢都要符合是 Replica及实力数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代表着这个信号源 在此时它期望的一个实力数是多少 那这个一类组件是信号源 第二类呢是合成器 它合成器呢 它是会接收多路这个Replica的输出 然后经过一个融合会得出 最终的一个实力数 然后会对workload进行扩缩容 可以看到其实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它在扩展性上是会有所提高的 因为我们的processor是一个插件化的 就如果我们想要扩展一个 一类新的指标 那我们其实新增一个processor 也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就是融合性 就这样的一个按规则去做融合 那它的一个好处是 我们其实一个已经解决了 就是原生的HPA和Chrome HPA 它如果共同开启 会起冲突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基于刚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上的思路 这张图上是对应的我们在生产上的一个 单机群的一个HPA的一个架构图 可以看到呢 我们主要是定义了四种CRD 前面三种它名字叫Resource metric Chrome metric和External metric 它其实它是主要 这三种呢 它是主要是指代的是指标 它分别是用来定义CPU这种资源利用率 然后Chrome metric呢 是用来表示定义一个定时规则 然后External metric呢 是用来去定义一些 比如说QPM等一些集群外的一些信息 那第四种Combinator呢 是我们是用来定义 比如说HPA的最小实力数 最大实力数 或者一些扩缩容的一些控制 这样的 然后在这张图里呢 我们对应的信号源 有Resource server Chrome server 还有External server 它分别呢 是用Watch以上的 上面名字很相似的这三种CRD 然后呢 这些Server呢 当有请求来的时候呢 它会返回的 会返回的是那个Replica 然后我们对应的 在这张图里对应的信号源 它名为Smart HPA Controller 然后其实这一套HPA 在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产品名 叫Smart HPA 所以这里Controller是叫Smart HPA Controller 那这个Controller呢 它是负责去Watch这个Combinator 它会周期性的 这个Controller会周期性的 会去检查这些所有的这些Combinator 并且去各个信号源去查看这个Replica值 然后进行一个融合 最后去给Workload进行扩缩容 那在讲下面的内容之前 我想提前说明一点的是 我后面如果提到了HPA Object 或者是HPA Controller 指的都是我们这一套Smart HPA 那么刚刚单极群HPA 其实遇到了一些问题呢 洪辉其实也有提到过 其实为了我们能够尽量地缩小这个故障域 因此我们需要实现多极群的HPA 那么我们对于HPA 多极群的HPA呢 其实主要有三点一个诉求 主要的三点诉求 第一个呢 是我们希望它的改造成本能尽量地低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呢 在联邦极群和子极群 它的HPA呢 尽量是用同一套HPA的定义 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选择 以Kamada作为多极群HPA基座的一个 主要原因之一 其实兼容K8S的API 也是Kamada这个多极群方案的一个 一个优势之一 那么第二点呢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可靠的 可靠性 那它其实如刚刚洪辉所说的 我们一个故障隔离 故障与隔离的这样一个架构 那我们把最核心 最高频的扩缩容链路 要把它收敛在极群内 那这就代表着呢 我们子极群的HPA呢 其实是独立工作的 那联邦极群是不参与扩缩容的 那这样会有好处是 我们不管是联邦极群故障 还是子极群的故障 其实是不会影响到应用的扩缩容的 第三点呢 是我们希望的是一个容量管理的能力 那其实是我们是希望多极群HPA呢 它能够根据一个权重 来对HPA分发到各个子极群 并且呢 它也能够在多个子极群里 就是针对这个权重来做一个rebalance 那简单说来就是 我们希望能够调一调权重 那么应用在多个极群里的 这个容量的分布也会随之改变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权重呢 其实是指的是应用在机群间的一个容量的分布 那我们是这个权重呢 是定义在一种叫propagation policy的一个CRD里 这个CRD其实是来自于Kamada的 那右下角所示的一个例子 它是可以通过levelselect选中一个或者是EP应用 给它配置一个权重 那这个例子里的就表明这位被选中的这个应用呢 它在A级群和B级群的权重是3比7 那么再看一下我们左上角的这样的一个多极群的架构图 那我们上一层呢是代表着联邦极群 联邦极群呢会部署了Kamada的控制面 以及我们开发的FedHPA Controller 那下面的两个子群呢分别部署了HPA 那这里的HPA就是指之前的单极群HPA那一套 那在协程呢用户会通过发布系统 在联邦极群创建HPA对象 那FedHPA呢会根据权重 也就是定义在propagation policy里面的这个权重策略 然后将HPA分发到下面的子群 然后并且也会根据这个权重做rebalance 那么HPA被发到了子群之后呢 那么子群的HPA Controller就会工作 来负责本群群的应用的一个扩缩容 那稍等一下 这个翻不了页了 翻不了页了 翻不了页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大家稍等一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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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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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